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时候在高庆的场合 我们会恭喜人家添福添寿 其实我们怎么可以添福呢? 怎么增长自己的福报呢?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 几个情形之下 你可以做得到的 但很可惜 很多人都不去做 第一件就是 善因好圆 有很多人觉得 事不关己、己不努心 不和人结缘 那怎么会有好运气呢? 有些人只要有力 他就热心助人 从来不求回报 但这些好运会 时时降临他身上 所以想有好福报 一定要先种好福报的种子 例如积极参与利益大众的善事 进行爱心的捐助 做福报、供养三宝 帮助病人这些各种事情 都是一个好的种子 你当然会有好福报 因为助人者 人行助之 所以多做一些善缘 就是修福报的好方法 第二就是平和積福 古人曾经说过 躁急无成、平和得福 圣情急促、粗心大意的人 做什么都不容易成功 所以会一事无成 但圣情温和、心水平静的人 往往福报自然会来的 好像一个装满水的容器 如果你不摆平它 遮住了 水便会流出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 才能够储蓄这个福报 平和的心态 是当我们春风得意的时候 不会因喜若狂 命徒多浅的时候 不会自暴自弃 至于慈悲喜舍 就是第三个情况 其实一个人有多少福报 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阿含经》记载过 有个个案 有个小沙尼 原本是腰折的 短瘦 但它一念慈悲救了很多 在水旁受困的蚂蚁 而得以言受 一念的善心可以消除罪孽 一念的慈悲能增加功德 有人实惠不味而获得福报 有人贪不义之财又得到善缘 有人够苦够难 又消灾面难 所以能够慈悲喜舍 福报自然离 第四点 就是要虚心立福 会议云虚心临立福 和气自身春 一个不可一世的人 很难得到人家的认可和肯定 事事就会孤立无缓 四面楚歌 堪可一生 曾国凡在家书 告解他几个弟弟 最重要是虚心 他指出次财傲物的人 往往都会怒倒一生 因为虚心万事能成 自满十事九空 所以当我们虚心代人 脚踏实地 自然复原多多 第五点 就是吃亏奉献 很多人很怕自己的利益受损 不想吃亏 这些是心胸不够广阔 吃亏奉献是一种无私的 真心的付出 是一种欢喜不求回报的道德行为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以退为进 这个方法来处势 可能会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时时保持着一个信念 你是好人 我是坏人 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你很偉大 我很渺小 快乐阳给你 苦路给我 富有就由你享受 贫穷就由我受 用这些态度去尊重对方 处处为对方着想 你必能够获得对方由冲的境外 你不需要羡慕别人的福布 比你自己大 也不需要研究 为什么别人的福布会由 在哪里来的呢 因为胡锡之先生说过 你要有什么收获 就先种什么果实 好像勤努、结缘、喜舍、奉献这种字 那你自然就收到福布的果实了 佛门有句话就说 莫而即得天不见 百年庆黑回头见 即得虚无人见 行善自有天知 一个人行善如果是欲为人知 这些虽然有些功利主义的性质 好像那些认得利益和名誉的慈善机构 但因为亦间接做了好事 所以也是羊善享受世人的赞赏 这些就是羊德 但欣德就不一样了 欣德是背地里偷偷做好事 不留名的、无人知的 这些人功德无量的 行善的人 福须未知 禍已远离 作恶之人 禍须未知 但福已远离 不要认为 你能够逃避得恩果报应 有一句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差迟早已来迟 三世恩果里面说 莫疑恩果无人见 远在儿孙更在身 只要恩缘成熟 你果报便是现前的了 所以呢 如果是留万贯家财给儿孙的话 不如多积些恩德 那你就会复杂年年了 多谢大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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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收听